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城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 也非常感谢各种辛苦的朋友 然后呢 这边我想对大家说一声谢谢 在这边呢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跟亮子的相知相识 07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还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董亮 我的现在是我的妻子 然后那时候第一印象就是在那么炎热的夏天 然后在树荫下见到他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那时候他已经慢慢的进入了我的心里 然后经过大学四年的 然后互相彼此的了解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我经常会坐在那个教室的后面 然后他呢就会坐到前面 然后每次下课的时候他就会安静的 就是把那个Hoodle的帽子然后戴上 然后静静在那儿休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适合我 但是这四年里边我们没有开始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还不能给他许下承诺 直到然后02年的时候 我们参加一次同学聚会 在那个时候我觉着 应该是时候跟他在一起了 刚好毕业的时候我父母也去了 我们学校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在我父母的第一认识下 我父母也觉得他非常适合跟我在一起 静子呢可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细心的女生 然后对我照顾的非常的好 然后他最大的优点我感觉就是 比较喜欢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对我关心特别好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他就是很孝顺父母 然后对待我们的朋友也都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中国人讲百善孝一先嘛 然后佛家里面也讲过 所以就他的人品当然就是很不错的 不管我们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一定是一个 就是在道德品质上都是很好的一个人 亮子在这边呢 我有几句话就特别想对你说 然后请你仔细的听好 首先我想非常感谢你 这么几年来 然后你对我来那么好的照顾 然后有些时候呢 确实我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呢 可能就是性子比较急躁一些 然后在这里呢 我先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有些时候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爱你 然后才会去大声的说你啊 或者是训斥你 那些真的只是我对你的爱 希望你能够理解 最希望的是早上然后我们可以起来一起 然后洗漱 然后一起上班 然后一起工作 然后晚上以后可以回到家里安心的躺到沙发上 然后看一部电影 这也是我最希望的生活 平淡 然后而且带有激情 希望 我也知道这也是亮子一直希望的生活 我们其实生活中特别多那个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动物 然后都很喜欢旅游 我们蜜月计划还想计划去南非呢 去南非大草原 在节眸风了 然后可能下一步计划 可能可以要小孩 或者生宝宝 需要两个孩子吧 先要一个男孩再要一个女孩 哥哥将来可以照顾妹妹 一儿一女凑一个好字吗 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呢 我们可以就是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扶持 然后大家可以安心的 然后过一些平淡的生活 其实生活嘛 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希望就日人当中的奋迷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这样就好了 今天5月5月20号啊 去年2013年5月21号 我们领的结婚证啊 然后今天其实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今天呢 刚好又是2014年5月20号 然后是我爱你的意思 在这边呢我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呢 咱们可以共同携手一起走过每一天 然后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规划 然后我们一起可以一起努力一起奋斗 然后照顾好我们的父母 然后对家里对事业上都有一份责任心 先祝福 周围的人 然后祝福 亲朋好友们 祝福所有认识的人都幸福 健康 开心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尤其是双方的父母 然后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 然后我们两个人呢一定在今后的日子里 一定会优先的孝敬你们 然后努力工作 然后为我们美好的未来一起努力奋斗 谢谢 我愿意与你